大家好,我是头老清晰,以为了最美人酷义 今天介绍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印度电影 第十五条 2014年5月27日,印度的一个村庄 两名少女被轮盖后吊死在树上 原因是,因为向老板要求日薪增加三卤币 折合人民币三毛钱 本片即改编自此事件 电影开场,是两个小女孩正在被人虐待 然后镜头一转 男主阿正是一名上层种姓的年轻警察 被上级调到一个地方当警司 半路上他有些口渴,想买瓶水喝 但随即就被下属科普了歧俗 下属说,这是个贱民种姓的村子 像您这种大人物可不能喝这里的水 就连被拿些贱民的影子碰到 对您也是一种侮辱 但阿正一点都不在乎,执意要下去买水 短短几分钟,就让人对种姓歧视有一种沉重感 而和这种歧视形成反差的,就是对阿正的恭维 来到警局后,背头大耳的队长毕恭毕敬地迎接 警员们全部列队接受检阅 本地最大的包工头也恭敬地赶来 说要给他盖一个专用厕所 但为阿正晚言谢绝了 为了欢迎他,大家在晚上还专门给阿正办了一个party 阿正在这里还碰到了一起考公园的阿毛 阿毛现在也是当地的一个小官 他早已适应了当地的官场 所以当阿正热情地上前和他打招呼时 阿毛却目光闪躲,要现得很是拒紧 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出了命案 两名不满18岁的女孩被吊死在树下 队长阿肥告诉阿正 两天前一共失踪了三个女孩 一个女孩没有下落 这两个女孩是一对表姐妹 因为关系过于亲密 被村民们当成了同性恋 很可能是他们的父亲觉得名誉受到了侮辱 所以把他们毒打之后吊死了 这明显听着连鬼都不信的话 阿肥还说的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回到警局 阿正找来死者的家属一问 他们却说 怎么可能吊死自己的骨肉 他们是被别有用心的人诬陷了 问话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家属喝水时连杯子都不用 下属告诉他 低中心的人在高中心的人面前 是没有资格用杯子喝水 然后他又听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两名被吊死的女孩 在被害前 曾向包工头要求涨三炉币的工资 这个包工头 就是前面要给阿正盖厕所的知名企业家 一个女人说 她怀疑是因为两名少女要求涨工资的事情 才被杀害的 阿正决定调查包工头 但阿肥建议她 把两名被害少女的父亲抓起来结案 有些事情不用管 有些事情不能管 如果查下去就会打破平衡 搞不好你的职位都拦保 但这你的阿正怎么会向恶势力低头 就像这个地方全是污泥脏水一样 一些人也在背地里干着丑恶的勾当 阿肥总想能糊弄她 威胁法医 验尸报告冷血多亲就血多亲 直到阿正找到她 说会保证她的安全 终于知道了真相 两名少女在被吊死前 遭受了三天的轮奸 因为两名被害少女都是低种姓 所有当地的媒体都没有报道 任何有关此案的新闻 这让阿正非常愤慨 她把印度宪法的第十五条打印出来 贴在警局的墙上 国家不得因宗教 种族 种姓 性别 出生地 而歧视任何公务 阿正找来了包工头 包工头说只是对少女 涨工资的事情很不满 你强奸和杀害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因为没有证据 阿正也没有办法 但能当官的都是有心机的 她让法医给包工头做个体检 给阿飞说为了保持平衡 别过几天跑来碰瓷 说在警局遭到的毒打怎么办 然后让法医把DNA拿到国外做鉴定 她会安排人进行保护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DNA匹配成功 见上少女的就是包工头 阿正立刻安排对包工头实施抓捕 只是阿飞跑来说 上级马上来人了 他们会接受这件案子 但阿正不介意一步 继续带人抓捕 可包工头早已逃走了 这是她看到对面有个学校 学校正是包工头的 而且还有一个男孩告诉她的线索 一辆黄色的巴士 学校正是放假期间 他们在一间废弃的教室里 发现了捆绑受害少女的绳索 震惊缺凿 只是阿飞抢先来到了包工头的藏身之地 把包工头和她的小弟都干掉了 她是来杀人灭口的 因为她也参与了轮件两个少女的恶心 然后她还玩起了苦肉计 说自己是在追捕包工头的时候 与对方展开枪战 光荣负伤了 虽然不幸 但阿正还没办法拆穿阿飞 这是中央调查局来人了 让她停止查案 在包工头家对面银行的监控里 阿正发现 自己的老同学阿毛 当晚也去过包工头的家里 她立刻找到了老同学 在软淫歧失之下 阿毛最后才说 女孩被害当晚 包工头在家开party 她亲眼看到包工头和其他喝多的人 强奸了两个女孩 而轮件少女的人里面 就有阿飞和锦元高个子 而锦元高个子就在旁边 被揭露罪行后 她失控的撞车自杀了 阿正立刻让人逮捕阿飞 只是高官又来了 被停止的阿正把高官臭了一顿后 说把这里发生的事情 给首席部长和内政部长 都计较了一份报告 接着她执意要去搜寻失踪的女孩 说如果违法可以抓她 然后她带着一群 有正义感的警员和民众 在沼泽和山林里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同时她接到内政部的电话 让她继续调查 终于在一个废弃的水泥管道里 阿正发现了失踪的第三名少女 不敢回踪的少女 已经奄奄一息 影片的最后 阿正和大家坐在路边 在一个低种性的老太太那里买东西 然后边吃边聊 阿正问老太太 您是什么种心 一辆卡车行驶过来 盖过了所有声音 在大家的笑声中 似乎宣告旧的制度 终将被文明所淹没 这部电影表现了很多印度的社会问题 包括让人印象深刻的污水横流 心理下水道的工人 让人触目尽心 值得一提的是 影片上映前婆罗门社向法院请求 禁止上映 甚至组织抗议 看来 印度社会陋习的改变 任重而道远 好了 希望喜欢的朋友能够多多支持 点赞转发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